歡迎回到第二節科技集積網台版 今節是科技測試錄的時間 到底今天會不會有一點點逐個逐個 unlock 出來呢? 因為之前有轉就 unlock 一個個 point 出來 感覺挺好笑 好像十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都會數那樣 今天我看看後製的時候時間夠不夠 因為都多東西弄一些 如果夠時間我就做 你怎麼說 第一單我真的不想鬆出來 因為那個字太棒了 那句話一看就是笑的 其實如果說回內容來說 其實都很笨的一件事 一句話你已經馬上問 怎麼會有這個反應 話說最近 Microsoft 出了一個新的廣告 就去宣傳他們的 Surface Laptop 2 賣廣告就賣廣告 新機出當然賣廣告的 這次他找來一個人去做多演 就說這個人推薦大家用 Surface Laptop 就是亞洲影視雄星那種感覺 如果你說聘請人的話 通常你都是聘請一些 Celebrity 就是出名的人 或者是科技才子還是什麼的 一個月換部電話那些 或者現在多數會聘請一些科技家 YouTuber 出來做宣傳 或者差不多KOL出來 他現在聘請了這傢伙回來 就不是因為他這傢伙出名 或者是一些什麼的 純粹單純地因為他的英文名 即是他本身的名字 就是阿南哥英文好一點 你讀一下這個叫做 這個叫做 真的不懂得讀這個 Mackensy Book 是的 他的正名就叫做Mackensy Book 是的 而 Microsoft 在他的廣告那裡 就在寫把他的名字做簡稱 叫做MacBook 他宣傳的時候 他那句Banner就寫著 MacBook 4 Get a Surface Laptop 哈哈哈哈 嘩你賣廣告有沒有這麼想賤 嘩你 好好笑啊 嘩你老米 我覺得是 我要貼鄭嘉穎啊 大哥現在 嘩我不能貼你這張信 我可不可以貼你這張信 貼鄭嘉穎才嘩 我覺得是 你不召喚鄭嘉穎怎麼可以 這個Get的level呢 是跟當年周星馳說的 不說得 不好看 嘩 這麼神秘 哈哈 哈哈 嘩你 嘩你 不說得和不好看都比這個好笑 這個真的冷笑話級別 就是怎麼說呢 不說得和不好看 一般人 一看周星馳當年 吐氣的時候 我們全部人是明白什麼事 你一明白你就會笑 現在這個Get 有一天 無緣無故跟他說MacBook MacBook says Get a Surface Laptop 接著你問 不論是MacBook 你會查資 你會查查發覺 什麼MacC Book 我因為那個人叫做MacC Book 所以他簡稱叫做MacBook 所以就叫MacBook說 原來他們想搞這麼難Get 我想說 一個Get 只要要外查資料的 就是Totally fucking epic fail 你明明什麼人會搞這種難Get 會搞這種難Get 是李力池那些糟糕 是不是 就是當年 頭條笑話 李力池每次搞 每一天 我記得那時候 送收風傳場 不是 我記得那時候還在讀書 那時候你們那些人 就天天拿一份頭條日報回去 每天我就是去看頭條笑話 我會說 為什麼我們大大話 差不多畢業的時候 我們看了差不多兩三年 一份頭條 為什麼你到尾兩三年 沒有一個Get 我笑得出 然後他無聊 走回去找 原來在頭條上面 有個留言板 然後那些人天天天地 就想問李力池 李先生 我想問你今天的笑話 笑話在哪裡 他真的解釋給人聽 笑話在哪裡 他以為自己很幽默 就好像現在的MacBook說話 這個問題 問題是我那時候 一聽說 那個Get 你要解的 你就死定了 他用這個Get 其中一個就是 怕Apple告他 嗯 那就真的要用一個 簡稱叫MacBook的人出來 說這句話 我想說 我以前讀書的時候 讀過一些廣告 就是兩間公司 對撼的廣告 人家真的有料 我記得那時候讀一個 例子 一間車廣告 它真的逐個逐個是在反駁的 我記得一間公司 就是說 我們公司的車 就更加厲害 就展示了一些數據出來 然後他比一下 大家真的在針鋒相對 是很好看的 因為人家真的敢 拿對家的東西出來說 嗯 甚至我們上一節先說 當年為什麼三叔那個廣告 被人稱讚 他真的說 那些人在外面排隊 對啊 他不是現在在這樣 在吃字獄 作為一個商業廣告 武殺雙靈 作為一個Marketing 剛才你說的那類 也沒有任何給觀眾衝擊的感覺 作為一個笑話 就圓屌齒全 不要笑 那你幹什麼 那感覺 就是浪費了Marketing的錢 就在賣這些傻的東西呢 不如幻想一下 如果開會 你們老闆 你坐著有人推銷這種傻子給你 我只想起那張 開會圖 美美棧經常玩那張 扔到街上那張 有個人說 不如找一個叫Mac的人 做MacBook 4 就扔它到街上 喂大哥 我是想到美美棧 現在經常扔阿尤美 到街上那張圖 我是想到 哦 Jerry裡面推銷那條傻子 炒到街上那個 Apple 哈哈哈哈 什麼是Monty Jerry說 為什麼就是講Jerry 才推銷這個傻子 而我讀書 當年剛才說過 大家去到最後 是怎樣呢 最後有一間車廠 簡直是登一個 全版廣告 就是舉了一張中指 哇 好玩啊 你又夠帥 最重要是 是啊 你是不是去到這個程度 你不是 現在我看這個 我真的覺得你 你不要那麼少價 你玩又不敢玩 這人又怕 那人又怕 那人又怕 那你怕他就不要玩了 你玩一些又不好笑的東西 嚇屎啦 我覺得 真的很懶惹 你真的推銷這個傻子 怎麼不讓人扔學卡呢 大哥 唉 拆到都不知道怎麼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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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不要緊 拆的東西又不止Microsoft 嗯 剛才說過了 今次有一間公司 都是重點要講一講的 當然都是Double Main Event 這個不算是Main Event 但這個怎麼說 都很重要的一個項目 來的了 因為剛才說的 AMD是很厲害 所以估計這樣升 但都要全靠對手做得 不要跟做得拆 那今次軒哥跟大家說 Intel有拆些什麼 話說Intel之前 我們都花過篇幅去講過 有些漏洞 Spectrum、Meldung等各樣的東西 那之前就連Multifact都用不了 就是那些Core不能變多Fact那些 那經易呢 效能呢 就割了大半而已 那就是漏洞就有利反 那效能呢 又在那下跌 那樣都很嚴重的 那有什麼更嚴重呢 那再加多些漏洞 再加多些漏洞 那今次出來的那個 就是 Beat Defense 就發現了 有一隻新型的CPU漏洞 那叫做SWAPGS SWAPGS 不知如何 全大街那些 那這個呢 其實就是之前 Spectrum到Meldung的變種 哦 對 不用問阿貴 都一定知道 是Intel拿得最金的 嗯 話說到最新更新 其實原來 AMD都說 有少少影響 但是呢 軟件都可以解決到 這個也是 但就不是最主要影響 有少少而已 嗯 不過呢 最重要的就是Intel 嗯 今次的影響範圍呢 就是 自2012年以來 製造的所有Intel CPU 包括Desktop Notebook 以及一些伺服器的CPU 全部 糟糕 哇 真是 2012年後的 真是 2012年後的全家 真是 2012到現在都 7年 是啊 就是 這樣就說 他 說 利用了裡面的一些指令漏洞 最壞的情況 就可以 拿到你裡面 RAM裡面的敏感資料 包括你那時候message 打的東西 email 打的password encrypt的key 那些都可能拿到的 所以都很嚴重 我不知道 到底會不會確定 或者會不會有效能 drop 暫時是沒有一些實際的解決 就是說是完全解決的 嗯 Microsoft 就出了一個patch 其他那些OS 都有的 出了一個patch 就是會緩解到這個問題 就不是完全解決了 可能到時候就要 Intel 那些都會出一些patch 讓你更新 就是之前的流動 才會真正解決到 但是到時候會不會有些效能 再drop過呢 那就是另一個問題 那就是另一個問題 那就是因為呢 今次的原因 為何會被人欺負到呢 那就是 它利用了CPU的特性 就是會預測你會做些什麼 即是那顆U會在想 你應該就會 譬如 我會開個chrome出來看youtube 那它呢 那它呢 就預先呢 就先把RAM 那裡 那在你按的時候呢 就會快一點 嗯 即是到你 啊 你真正被我 到時候開的話就會快了 但是呢 那個時候呢 你在那個RAM那裡 有機會被人接觸到 那所以才會糟糕的 嗯 那就是 但是呢 就 如果你說要確定這個問題的話 那就是我沒有得預先去預測 那就是說 效能呢 應該會減的 如果要確定這個問題 嗯 那所以呢 Intel就再下一成 那就是 嫌之前 Cut的不夠多 現在再Cut多些 那 嗯 即是 如果你說好像 那些人在賽車那些呢 跟你說那個gear box 你又不想7波 6波又不想得 5波又不想得 現在跟你說3波4波 你又不想得 那不就保持著一波慢用 不如退出 對 那這輛車當然要接慢 那那個 說不定現在考這個Intel的處理能力 可能他在這個一波裡面 發現到原來用一波都可以 砌低你6波呢 Are you sure? 他在發夢的時候 發夢就砌不下了吧 哈哈哈哈 我不知道他啦 一波砌低你6波 真的 那就是跟他隔離廠 你呢 就真的很大對比 對 除了說恭喜 不知道說什麼好 真的 真的 對 沒有的了 這輛車就 有得他 就是看他 會不會再有些新聞 可以提供給我們 對 那就是等他那些 CPU更新 不過就 一年後 人家說很厲害的 他那些 就是 之前那些人 串銳說 那些CPU效能 沒有什麼改 他說他的重點 就放在GPU那裡 現在可以打到CSGO 多開心 雖然有聽眾提過我們 他們是贊助CSGO 對 你們都不用只提到CSGO 大哥 打到CSGO就多難啊 你不要玩夠我 對不對 大哥 都總算 我那一部MacBook都玩到啊 那一部 都總算一個起步啊 對 現在起步是玩CSGO 那也是的 那 可能對別人來說 他現在說Wilmars 他說他接下來 第十代那顆 即是明年 Mobile那顆 好像快些 今年出到的 就說他的Graphic 那裡 可以有MX150的水長 就是以前 大概是950那些 的效能度 那你說 是不是真的 很沒用呢 好像1030 1030 差不多的效能 其實 對於一些Notebook的人來說 就 又不用買一張 是吃電的Graphic Card 但是又 打一下機 就是 有空打一下CSGO 也挺開心啊 但我想問一下 我記得軒哥 你是 你會組裝了一部機 自己用呢 簡單一點 是AMD沒有讀顯的 那些 AMD那些APU 是的 那你那一部玩到什麼 我昨晚打完GTA GTA GTA3 5 那GTA5和CSGO 又 有 難怪別人都打到 可能啦 不知道 好了 好了 我開始講單新聞了 不要抽 乾了乾了 那 下一單呢 就是講一些 強國的大廠 都是 那 一間 上市公司 每年都 剛才你說電視機拍廣告那間 對 小米 這樣呢 就 他最近 申請了個專利 其實呢 就放這個測試 就是我平時 我這些 就是Woolmas 或者是一些 新的 未真正出產品 這些東西 我都不會看死他 但是這件事呢 我真的看來看去 都覺得 很大的浪味 有些奇妙的感覺 所以就放在這個位置 跟大家說 話說呢 小米最近 就 有個專利 就approved 那個呢 就 在電話的機背那裡 就安裝了太陽能板 嗯 你將來就可以用太陽能來充電 哇 好像很厲害 那當然啦 現在只不過是一個專利 概念 就不是真的出機的 但是呢 你說完這個概念之後 我就在那裡想啦 你要用太陽能充電 你要怎樣做 你要怎樣做 放太陽下面曬 你要把太陽能板 對著太陽光 吹下來 那你要怎樣才能充電呢 那你不就 攤上那部機 在戶外的桌面 就可以充到 就像曬果皮一樣 那你曬的時候呢 你就容不了電話 這個此其一啦 第二 太陽能板過來呢 是 除了轉發電力之外 它會有熱力的 是啊 那就是說 那就是說你這部機 充電的時候會有熱度 倒楣 是 第三樣 太陽能板 轉換電力的效率呢 我相信是會比現在 無線充電更加差的 太陽能那個 那些人說 如果想用太陽能 以前Drography那些 不是說說可在生能源 是啊 那些人說 可在生能源 為什麼 那些太陽能板 要設置這麼多 在那裡 因為在那裡 拿到的能量 其實就不太高 我記憶中就說 所以是 要設很多塊 快快很大塊 才拿到一些能量 幫補一下 那些能量都非常低的 而且你說現在 我是記得 有一些太陽能板 充電器的 真的 那塊電池 是太陽能 充電的 就是給你露營用 我記得是有的 但是別人都說 就好像這樣說 是比無線充電 其實都差一點的 我身邊有朋友 是有買到那些 太陽能充電的尿袋 他說他放在露台那裡 充了一天幾兩天 這塊電都還沒想到滿 是啊 那這機器就這樣說 你說他放去露營 戶外工作那些 那又有他的想法 但是 一部大陸手機 大陸電 給太陽照一天 熱一天 Are you sure 你可以拿這部手機回來用 你一走買的時候 我買這部手機是黑色 我不是買白色機的嗎 先生不好意思 什麼意思呢 你不是買了一部黑色機 而是你這部白色機 焦了 變了一部黑色機 嗯 現在他這個設計 他說是出一個accessory 我們有這個太陽能充電器 我都還覺得OK 如果你直接放在一部手機上 我就覺得我這部機 我應該就 就是 起碼少買 我也不會買 但是如果你說是有太陽能板在後面 我更加不會買的 真的好像太陽能電筒那樣 太陽電筒是有用的 你不要真的羅家英那一級 就行了 那些人說真的如果你去露營 你去戶外工作 是有它的用途 因為你存在這裡 到晚上你才用回去 就不是你晚上的時候 拿另一支電筒照著它來用 不會這樣的 我想說你現在充電 一邊充電一邊打機 你都覺得電話熱流 你試一下在太陽底下 照著八個小時 一邊在這裡用 你這部機不燃熱到熔呢 我也覺得很好 也不需要用的了 要是炸糕到你個人都用不到手機 要是炸糕到電話都用不到的 那麼 概念還概念 我覺得概念也沒有 太早就說它衰夠硬 但是這個概念 我又 你拿轉來先 拿了 不過沒有人會爭 我會很期待會出到實機 那些東西怎麼用 其實也沒有人跟你爭的 沒有人跟你爭的 對 我覺得是非常有趣 但是我想不到有什麼好的應用 我這些才所學潛的想法 我能不能經過人家的露台 喂 嘩姐啊 以前就叫人家收衣 嘩姐啊 你的電話在出煙 收回去啊 淋水 對 好OK 我們來到今節的 冰Event時間 開始跟大家說這個 真點大廠 Apple 對 那為什麼會提到Apple這家公司呢 其實呢 不是說實際上 有什麼它的產品有問題 而是 你買完它的產品回來 如果你這部機器要維修的話 這就關你的事了 是 我們之前在Easy都經常說 Apple在維修方面的計劃 就很厲害的 例如2019年出的機器 已經爆了在某些維修計劃裡面 那些按下不表 即是一出就馬上進去維修計劃那些 但是 今次說的呢 其實就是關於一些 未必在Apple Store維修的事情 是的 那些事緣呢 那些事緣呢 就是外國啦 它的Apple Store呢 它裡面 其實在美國那裡更常見 就是很多時候 你拿回一部 修讀書 回去 修讀的時候呢 他們經常都會 那幾招 即是都是說 你的死底板 叫你換那一部 那些 那些 另外一樣呢 經常都說的呢 就是你部機器進了水 有水壞壞 我們就不能修讀 你要買一部新的那樣的 那些東西 就算了 那通常這些人呢 就有兩個做法的 第一就是 乖乖的聽說 買一部一部 萬多元的電腦 那第二樣呢 就拿去給一些 三個派對的維修 就去修讀 就去修讀 那部機器這樣 那所以外國呢 其實有一批人呢 就是 會 專門這樣修讀機 專門修讀機 而且會教你怎樣修讀 包括就是整天拆機的 就是那個叫iFixit 那還有也有一個 我們經常看的頻道 就是Lewis Roseman 那他呢 就是一些 Youtuber 專門是 講他 維修電腦產品的 片 是啊 就是最喜歡看Lewis 還有講Lewis 大家是不是 是啊 Lewis 比較多人訂閱 嗨Lewis 行不行不行 你繼續 而他頻道其實另一樣 比較 他經常在 Live Streaming 就是Live Streaming 而他整機呢 其實真的是 他拿著顯微鏡 跟你講哪個電路 是關什麼事 他真的很清楚地跟你講 例如 為什麼你經常笑 搞那個魔法舞台陣呢 就是因為他說 裡面那條Cable 是真的設計上 是有一些先天性的問題 嗯 他真的用電路板 展示給你看哪有問題 我記得以前好像 他拆了一部機 整個不知什麼 臭的混蛋 然後立刻拿袋 然後掩著 就被立刻封回 在鏡頭前封回 現在不肯做啊 不肯做生意 不肯做生意啊 那他其實呢 有不下數次呢 在Apple 發佈了他的維修計劃之前 已經踢爆了一件事 就是會說 因為那些人拿了一部機 去讓他弄 那他拆開來 其實他會發現到 那些設計是有問題啊 那些各樣東西都會看到的 會拿出來拍片 和大家分享過這些事情 那最近呢 Apple他的Notebook 那裏 就出了一個新的東西 我們都有提過 也有很多人打飛機的 那樣叫做T2 Chips 咦?很多人打飛機嗎? 安全安全安全 上次說什麼 穿穿不穿到 就不用怕危險 你拿不到資料 就安全了 是啊 是啊 如果你想拿回你的資料 那就不好意思了 是啊 是啊 那這次呢 他最近就拍了一段影片 就在那裏說 他最近又有個客人 他去了Apple Store那裏 Apple Store那些人 就跟他說 他那一部Notebook 就是Water Damage 嗯 就彈一鐘給他 就叫他買個新的啊 這樣呢 他又不奮氣 就拿過來給Lewis看 嗯 那Lewis他就拆開了那部機 之後 他就對著鏡頭的面前 那一塊是Water Damage 完全一些水積都看不到 整部機是很乾淨 什麼都沒有的 嗯 但是那部機就是穿不到 那接著呢 他就開始檢查一些問題 那又發覺呢 有很多機 有T2 Chips 以來的機 他以前那些機 他會將那些控制 即有個叫SMC 就專門呢 是拿來 就是那些問題那裏處理 他就會經過那顆SMC 然後再做些什麼 如果有問題的話 我只要換了那顆Cips 變回正常的SMC 然後再放進去 就沒有問題的了 嗯 就用得回那部機 那現在T2 Chips 就跟你說 就算我那顆Cips 壞了 或者是有什麼 Component有問題的話 因為他是經過那顆T2 Chips 我們是改不了東西 那些東西的話 你就算來拿來給我 我就算在另一部正常的Mac機 脫掉那顆T2 Chips 放進去那裡 都不給用 是沒有得整的 沒有可能有得整的 因為他是要在Apple Store裡面 他們真正他們公司的維修 才可以換到那些T2 Chips 嗯 那所以他們這些 就算他知道的問題 在那顆Cips上面 他是沒有得整的 那當然啦 你加上T2 Chips之後 你的Data是拿不回 你的手機是開不著 那顆SSD是看死了 你沒有得拿任何的Data出來的 那所以呢 就如果你是 那些用家的話呢 你真的要做 經常些做Backup啦 嗯 如果不是就真的有問題的時候呢 你就糟糕了 其實最大混蛋是 我當 就是這樣做法 先說他的目的是什麼 大家很明顯知道他的目的是 兩樣而已 第一就是不要讓你那些街外人弄到他的電腦 嗯 那等於維修這件事 完全在他們Apple的控制之下 就是我明顯有時這樣說 原廠去弄的東西 某程度上可以說天經地 有些人這樣說 是 我自己不能認同的 我覺得這件事是 任何人都可以維修東西的 為什麼是 只是你們 如果那件事是因為技術問題 只是你們那些人有技術去維修這件事 這個點是合理的 就是我反而覺得是合理的 但是現在不是技術問題 是你鎖掉所有東西 別人外面做不到 而他這樣做的目的是什麼呢 就不是要維修那個 我確保不會把電腦弄到的問題 我確保電腦弄到的問題 不需要有危險 又爆炸又等等 他現在就是要 你不能做這部電腦 而我不能幫你做這部電腦 讓你買這部新電腦 是 這一下才是最能做這件事 如果你說是 為了要做的時候 那個質素 那個維修的品質好 可以原諒你 但是你現在 你剛才所說 又說什麼東西入水 人家過去發覺 一滴水積都沒有 就是擺明你是催 現在就算買了你的保養 拿過去 你就找些濕狗項目 就不可能做機 人家就不肯把電腦弄不回 那部電腦又浪費了 接著就要給你一個錢買新機 買新機不是最肯把電腦弄大問題 用那塊錢算夠了 第一 真的很肯把電腦弄浪費 是啊 你明明明可以做的 你又不肯把電腦弄 第二就是人家的資料 沒有電腦怎麼辦 做事的電腦 沒有電腦很糟 那些人會說 哎呀你出來就是什麼 你剛剛做這個 時間機器那些 長短期插著 在這裡做時間機器好不好 不肯把電腦弄就是這樣 那些東西是有解決方法 但是你不要把解決方法 當作人家天公地義 必須要做 天公地義的是什麼 就是我的機器壞了 有問題 你要有辦法讓我拿回Data出來 有人說 那你有時候壞機 拿回Data是很合理的 如果壞Hardis 拿回Data 都說 努力就是國內 像 заб要去 應該啦 巨大 現在隨時 ANDFG 就是關於那個SSC的事 因為你賺錢撞到SSC 因為你el explo T2 chips 所以搞得 你看不到data 就算你sc 甚麼 andFG 直以來無論在哪個層面都不停在那裡爭取 無論在美國政府的層面 他經常跟AppleFans 我應該不會叫Fans FanFoy 那些iFanDog在罵戰那些他都見慣了 而你剛才說的維修的權利就是 喂大哥 我現在不是拿華強北的那些冒牌零件來做的 我現在是拿一部舊正版沒什麼事的MacBook 拿一些零件刊出來 我刊下去了 他都跟我說有零件錯誤 這些是什麼道理 原理等於我現在買了一輛 我當日產我還買了一輛車 爆了一輛胎一定要我回廠的 外面街機人就不准和你換胎 現在是去過這個按鈕的level 它還要是你現在說爆胎 拿回一輛車拿回原廠做 他不是替你換胎 你叫我買那輛車 混蛋 沒有啊 胎爆了沒得換的了 你這輛車入水 不是換一輛車 換個車 就是這樣 對 好玩混蛋 還有外國呢 就是他們維權的那輛車 即是說機器有權利去維修 去做的東西 一來就說不想浪費那輛機 是啊 二來其實就是說 到底我居住的問題 我是買了這件產品回來 我做什麼關係 我不是租的嘛 如果我租Apple的MacBook回來 那你不讓我改 很正常 是啊 但是我萬鉤幾元買一部Notebook回來 你什麼都不讓我搞的 你告訴我喜歡拆開螢幕 螢幕黏在牆上 我拉一個鍵盤 就連上那一支東西 我把床用 喂 這些是我買回來 我自由來的 關你什麼事 所以他們都是拿著這些項目去跟他們打 就是一直都在進行 維權利的這個動作 這些問題就 沒得解決 除非Apple改他的政策 我相信他走到這一步的話 我覺得只會惡化下去 不會再 除非那些什麼歐盟那些 除非就是一些法例修例 就說你一定要有維修的能力 這些這樣去逼他去改他的設計 不然也沒什麼可能 但是問題就不止於MAP機的用家 更加多人用的就是iPhone iPhone最近也有類似的事件發生了 話說最近iFixit發現了 他們在最新的OS更新的時候 他們的電池那方面 跟以前有些不同 那時候被人發現了 他那部電腦老化 接著就限速的 嗯嗯嗯 那解決方法就是 你換那部電 那部電 正常的話 他就會讓你走回正常的速度 那這件事過了 當年Apple也有他的換電計劃 就讓你用一些比較便宜的價錢 去換一塊新電回來 就可以變回正常了 嗯 但是這個計劃就完了 那價錢就變回千塊幾元 兩千元去換 那些人要不就回去原廠那裡換電 如果你不原價換的話 其實坊間一直以來都有很多的電池賣 你可以買一些代用電 另外一些廠製的電 或者你可以買回 從舊的iPhone拆出來 即是一些原裝的電 不過是其他舊機拆出來 或者甚至乎有些可以直接在OEM廠那裡 買到一些未用過的新電 都有可能的 那有些高手自己換 有些就是有些服務 有些維修行業的人會幫他換 總之你可以搬到舊電回來的 就算上網很多街 甚至是你自己拆 自己換都沒有問題 但是這個做法 遲些就沒有可能 為什麼呢 它不是不讓你換 但是它在它換完電之後 它會有一個項目 就是你那個電池的健康程度 那就會告訴你的電 有多少百分之類的 但是它更新完整之後 它那裡就是寫 unable to verify this iPhone 用正版的Apple電池 即是說你那個電 就不是那些 不是老正電 不是我來做的 我不是用你原裝的電 我心甘命低 我又沒有問題 那你測不到數字就算了 它們iFixit是拿另一部iPhone的正版電 插進去 一換過之後 它就會出這句訊息 即是作為正版電 完全 剛剛新買一部iPhone回來 我拆夠了它 拿那部電放進去另一部機 總之你自己換那部電就不行 一定打這句 一定不是你原廠 即是出廠 你這部機配那一塊 出廠跟那一塊電 OK 你不是用那一塊的話 就會說救你 除非你拿到Apple Store 即是擺明做了一些 製造的東西 對 其實我也看到另一段影片 就是 算是頭幾個 講這件事的Youtuber 它就像iFixit一樣 因為它在深圳 我記得是 又去那些地方 做了一個實驗 買了一部新的iPhone 換一部電 然後它就說 我現在換了一部電 它寫著Diagnostic是可以的 那我再換一部電 Diagnostic不行 它就是出Service 它出Service這個字 是的 然後它就說 你猜一下哪一部是正版電 哪一部是翻版電 它原來最後是說 出Service那句 先是正版電 它之前Diagnostic沒有試那一部 它是說它自己在chips裡面 自己還有些東西 它又不說還有些什麼 那它就是 用一部正版的電 新機換下去 就是因為裡面 它的電池 它用一個很technical term 去分析就是 因為那部電 有些什麼component 當然是那部電本身的東西 再加上它本身有些chips 就是在那裡 對一些serial number 所以它馬上去Service 之後iFixit跟這個Youtuber 出來講完 再加上Lewis在分析完之後 它就說 這個Service毒的支柱就是 它會破壞了一些顧客 去第三方廠商 維修的時候的信任 即是當時你弄壞了那部電話 你想想 我的機器有問題 我把電話放過來 我說要換電 換完那部電話之後 一看到這裡 那部電話健康 是有Service 要Service 即是你的電話有問題 但其實那部電話 本身是沒有問題的 嗯 我把電話放進去 你的iOS那裡 就一定掛咎我的電話有問題 那些人對你的維修 就沒有信心 一定要回去我們 AirPods Store那裡搞 這條很韌系 那現在經確認了的話 其實就是2018年開始出的機器 包括就是10R 10S和10S Max 都會這樣 那再之前就是8 Plus 那些舊機 就未有這些問題出來 因為可能那時候 就未做這些hype policy 那現在在新機器 原來就已經暗藏了這件事 嘩 即是對維修的東西 整件事真的很有趣 他完全是想 那些第三方的東西 不可以幫你維修 Apple的產品 但我也是 認同一些 即剛才有些鬼佬說的 例子 就是 你老母的機器 我買回來的 大哥 我買回來之後 怎樣用關你的事 當然那個腳 有些很Technical 那些東西 即是 他們又會 維修我是最專業的 我才是最好的 我才是最好的 怎麼知道這些機器 你又有時候又不肯定 有時候又 有時候 有問題 都有一句 沒有入水 那時候又入水 可以去屈 黑警那樣的 現在普通的東西好像 即是外國 我不敢說這邊 外國 這些例子來自 外國那邊就是黑警 這樣這樣 在砌起山豬肉 這樣 那又怎樣 會不會有什麼用的東西 是他們的政策 改了 做了些什麼 相信我會覺得 你換電 其實他也是對你消了 那些各樣的 或者甚至乎 我想一定有方法做的 但問題就是 你家公司的態度 我會覺得是 人家再解決了 人家厲害 就不然是你不虧 你弄了人 不過人家有辦法 拆你的招 即是等於 炸雷彈你扔了 人家不懂得拿那個 鍋蓋蓋你 這個原因 這個原理 我很認同 Lewis說的那句 他就說 一會公司 對你做了這樣的事情 而你繼續給他錢 到時候 再有什麼問題 是你自己拿來的 嗯 這個真的認同 不過Apple的新聞 好像不只這單 除了維修這些事情 最近是比較多人留意之外 亦都有一件事 都是關於Apple的事 嗯 就是說他那個 用來打飛機的項目 那個叫Siri 嗯 最近呢 就有一些問題 Apple經常都是包裝自己 做一個形象 就是我很尊重Privacy 嗯 我就不會去搞你的 那些私人Data 我不會升高你的 不會出賣你 但是呢 就被人發現了 他的Siri 是會聽到 別人的私人通話 那些通話紀錄 或者是 那些Facetime 那些 你有說的那些 他都會有 record 低的 嗯 這樣呢 Apple之前也都有 所以不僅是你問Siri的東西 會記錄低 或者是機器會記錄低 或者是一些通話 我口說的東西 他都 record了你的東西 是啊 哦 Apple已經承認了 他又說是些什麼bug 還是什麼東西 有bug 這樣呢 引起了一些用戶的不滿 最近呢 在北加州的聯邦法院 就提出控訴 就說他 被經同意 就 處起別人的個人資料 這樣呢 就違反了加州的法律 嗯 現在呢 就上法庭告告他了 啊 到時 Apple會不會 有什麼更新 又做過什麼呢 那就不知道了 但是就跟他 所銷售的那種 privacy 那我就 相信就 嗯 嗯 雖然作為一個 經常聽到一些 就是立法集集 陰謀論的人 那 一向都深信 不要說外國 在地球上還沒說 電話 其實都不是安全的 但是 現在的Apple 有專線幫他錄低 不僅是那些人說 怎樣監控機器 有專線 就是這個你很信任的Siri 就幫他錄低 就是你以前 多了條線 你整天都在串鈎別人隔離廠 就是Google 那些 就整天都 Piracy差 就是整天會拿你的資料 那些去做 我是不會的 這樣 那現在呢 你又做了一些 一樣的事情 那麼 到底你這個形象 有沒有影響呢 那其實就 閣下自己想了 是 安全的真的很厲害 就是好像那個 T2 Chips 安全度 連我自己也拿不回 那些東西 真的挺安全的 加銀行存款 那個銀行的安全度 是連錢 你莫往說 那個賊又不會打劫 連你也拿不回那些錢出來 哇 不是很安全的 真的 很安全的 就是錢倒入鹹水海 一定拿不回 很毫無是在封印了他 真的 真的 你的錢給了我 那你不用擔心你的錢 會被人拿 超人快手大學員 你的兩份餐給我吃光 你兩個一無所有 夠公平 fair 真的神經病 那我們這次的科技設置 就到這裡 差不多 待會第三節回來 就會有電換新聞的環節 除了一些電換的新消息之外 可能也有其他的話題 和大家慢慢聊一下 我們再休息一會 待會回來第三節 科技雜訊網台版再見 triggers Twitter 最小鈴 4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